说起德云社的大师兄张云雷 他除了颜值高以外 还有一个近人皆知的特点 那就是业务能力强 张云雷不管是相声 京剧戏曲民间小调 基本功都很扎实 是少有的颜值和实力并存的演员之一 可是5月3号 在郭德纲给张云雷录制的一段视频中 张云雷唱到一半竟然忘词了 看到边儿哥哥忘词的这一幕 粉丝们也是被逗乐了 有的粉丝表示 这真不应该呀 看来边儿哥哥遇到师傅 检查作业也是蛮紧张的 而师傅郭德纲也没有放弃调侃自己的徒弟 直接来了一句唱半截忘词了 不给钱 得云社的粉丝看到这一幕都说差点就信了 以为张云雷真的忘词了 这应该是师徒之间的小玩笑 因为道理很简单 张云雷很早就开始唱赵花台了 在舞台上演出了没有1000遍 也有800遍了 不可能连前三句的唱词都记不住 而且在这句唱词里牡丹亭三个字是一个词 中间没有任何转折和停顿 张云雷如果真的忘词了 也不可能从这个位置开始忘词 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不仅如此 郭德纲对张云雷从小就是高标准言要求 没有因为是自己妻子的弟弟就对他放松了要求 张云雷小时候唱错一个字都要挨一巴掌 怎么可能会忘词呢 那些生僻的好多年都不演一次的戏曲唱段 张云雷都从来没有忘词的时候 更别说赵花台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唱段了 你都别说张云雷了 赵花台这样的节目 你随便找个张云雷的粉丝 都能给你一字不差的唱出来 在郭德纲老师的这个视频底下 连张云雷自己都评论说 忘了词的是自己 这种说说笑笑的气氛 怎么看也不像是真的忘了词 总结起来说 郭德纲和张云雷录这个视频 就是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抖个包袱而已 而且在最近的视频中 郭德纲的视频流量 都是几万十几万的点赞 张云雷一出 直接五十多万的点赞 就连郭德纲的徒弟都称 还是发雷雷的视频管用 郭德纲也是掌握了流量密码 谁要是真相信张云雷 能把赵花台的前三句忘了词 那可就真是太实在了 当然也有粉丝希望 师傅趁着德云社停演 可以多发发视频 多检查一下德云社徒弟的作业 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解相思了